幸福明星之阿萨融族而为男友甘吃苦 刚刚远赴恒店与男友陈伟婷享受完甜蜜二人世界的阿萨 昨天现身香港出席活动 与男友两地分居难得相聚 让阿萨当场抱起委屈 好像已经移民去恒店 她已经一年十二个月 她已经有七八个月不在香港 难怪阿萨要居尊亲自去恒店探视 男人有事业心当然好 但为此冷落了女友也是大罪条呢 这部听门好友荣祖儿与刘浩龙 同分美国展开情侣版的学习生涯 阿萨脸上的项目真是遮也遮不住 很羡慕啊 可以又可以学东西 又可以好好地生活 我也希望 不过荣祖儿虽然竞想甜蜜 却因传出里程换机票 让出男友刘浩龙刚打抬不起头 身为荣祖儿的好闺蜜 阿萨自然要力排注意 给予支持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可以用那些礼数 去换机票 那干嘛要用钱买呢 我觉得如果是我我也会啊 小编点评 看来恋爱中的人都是一样的 没关系 我可以用那些礼数 我可以用那些礼数 去试团 试团